205 物联网解题说明 首先打开练习档案 在PP02底下有三个档案 两个图档以及一个PowerPoint的档案 打开PPD02 接着开始解题 第一小题编辑投影片 1点按引朵寻图案 接着点选上方图片工具的格式 1记题目要求图片的样式图片效果 楼边25点 接着再点按图片样式的右下角 打开设定图片格式窗格以后 点按填满以线条 点选填满 1记题目透明度 选取以后输入50%按Enter 接着将位置移到最底层 点选上方下移一层右边 移到最下层 第二小题编辑投影片2 点选投影片2 2-A 点选红色的几须边框 题目要求 转换成SmartArt图形 点选以后选择下方其他 再点选流程图 往下拉 找到方程式图 点按以后按确定 接着同学注意到 出现的时候他先选择第一个 所以请你再点选图片框 这样题目要求的改变才不会有问题 接着点按上方变更色彩 选择辐射3右方 透明键层范围辐射3 自寻起大小点按上方常用 将原来的纤细名题 改成微软正黑 大小20pt 好注意到文字都有改变成微软正黑20了 接着SmartArt样式 点按上方设计 SmartArt样式右方 选取立体光泽 2-B要设定下方表格的网底 点选下方表格表格框表格背景 点选上方设计 网底下方表格背景 一地题目要改成图片 从档案 在C底下的NS.CSF找到PP02 题目提供的PPT02之一 这个图档按插入 完成以后在表格后面看不到 题目保留首栏的底色 所以我们选择第二栏 在上方往底选择五填满 就可以看到背景的图片了 第三小题编辑投影片3 点按投影片3 本题呢主要需要编辑 这三个举行方块的建成色彩 点按第一个 再按住Ctrl键 点选第二个 第三个 接着依据题目要求 点按填满以线条 在填满里面选取 建成填满 题目要求是两边都要变成透明 在30% 以及这边数过来70% 这边也是相继30的地方 两边是透明的 接着我们开始设定 一级题目是要渐渐往两侧变成透明 所以它的方向呢 我们点选线性向右 从右边过来 好 首先点选第一个停住点 颜色 轻色 从最左边的0的地方开始 这边我们要完全透明 输入100按Enter 接着点选第二个停住点 颜色一样是轻色虎色5 位置在30%的地方 按Enter 透明度 维持原来的 再来第三个停住点 颜色 一样 轻色 辐色5 位置 在70% 也就是记于另外一头 是30%的地方 透明度维持原来 第四个停住点 颜色 轻色 辐色5 位置100% 透明度 也是100% 按Enter 同学可以检查一下 往两边都是透明的 没有问题 最后第四小题 编辑投影片4 点按投影片4 依据题目要求 点选第一个几旬以后 按住Ctrl键 再点选 其他六个 包括中间的物联网 图案要改为图片 点选上方格式 图案填满 图片 从档案 挑选题目 指定的 PPT02-2.PNG 这个档案 按插入 到此解题完毕 档案 另存新档 在PPT02底下 将原来的PPT02 改成PPA02 按储存 接着打开提固练习系统 数颗评分 按确定 结束 结束 按钥匙